这祭天宗内想要隐藏身份 你觉得是扮作人多脸生的外门弟子 还是各处都有熟人的内门弟子何事 哦哦 我明白了 公前辈果然是谋允虑 那是黄龙师叔 黄龙师叔不是去宗主那了吗 他现在鬼鬼祟祟的又要去哪儿 五前辈 我这一路神不知鬼不觉 您尽可放心 师叔 等等 这服饰 你果真真是外门弟子 本座为何不能饰 哎呀呀 原来是小默呀 二位师叔 小默 我们这边说话 来来来 我此前寻得炼丹 颇有能耐的外门弟子便是此人 看刚才情形 你们四世早就认识 为何当时不说 这 有所不知 我们是有苦衷的 为何 难不成他是做门通缉之人 要隐藏身份 哎呀 自然不是 其实是因为 呃 因为 究竟是为何 古宣臣他喜欢你 他喜欢我 啊 这古宣臣虽是外门弟子 但其实他已经加入祭天宗两年了 你可知道吗 这 这我并不知 呃 不知道那就对了 你看 他就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才这么做 如此一来 你不就记住他叫古宣臣了 对吧 似乎 似乎也对 呃 原来是这样吗 呃 他突然脸红什么 呃 呃 你叫古宣臣吧 跟我去丹风的丹堂吧 丹堂 一切莫多想 只是你能感应到龙祖投影 有几分天赋 我便带你去丹堂 若有缘能败入爷爷的门下 也不至于埋没你这样的天才 如此 好啊 莫如雪是祭天宗乌鸦长老的孙女 而乌鸦长老与关如海同是长文 或许知道二人的去处 倒也算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至于 你喜欢我的事 等你也能练制出九龙神丹再说 什么 本座何时说过 哎哟 古前辈 你就赶紧跟上吧 一些细节嘛 就不要在意了 是啊是啊 我们快一起去丹堂吧 这古前辈还真是厉害啊 莫如雪一向冰冷高啊 刚才竟看不出一丝生气 莫非他还真看上了他 你是第一次来丹堂 接下来要跟紧我 这丹丰乃祭天宗的宗门重地 除丹丰弟子外 其他丰的弟子若擅闯 会受到护宗大阵的攻击 这丹丰 似乎漫山遍影都是药材 而每一块药品 似乎都与天道力荣臣的道义交换 丹堂就在前面了 见过莫师姐 见过莫师姐 嗯 不必多礼 狗雪师妹 你怎么随便把一些外人带到这里 师兄 他们两个是 他们是谁并不重要 师尊他老人家现在 正在专心研究丹道 不能受到任何打扰 不管有什么事 也等师尊有空再召见了 父前辈啊 这是乌鸦长老 记名弟子中的大弟子洛成 因为天赋有限 一直没机会成为亲传弟子 别看他看着年轻 实则一百岁 一直暗恋莫如雪 不过 早就不是秘密了 哦 此人身上的气质 倒不像是外人弟子 他和如雪师妹是什么关系 你就是小骆吧 这骆成真是个蠢货 居然敢用这种眼神 看这个活祖宗 要是折扰了他 可不好收拾 还是点出面吧 混账 叫什么 师兄 不得无礼 他是爷爷才收的青传弟子 才收的 青传弟子 他就是那个炼制出九龙神丹的弟子 小莫 我们快去见师尊吧 你 嗯 爷爷 师尊 这便是丹桃了 此处花草的天道力量 果真比本座所见过的任何一处都要强盛 明天不座 你会有很多口感的 帮助于是个大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